Q. 退伍后,你有更悠闲的样子吗?好像瘦了不少。 A. 参战之前,经常锻炼身体,在军队里也坚持了锻炼,但退伍后风格有所改变,以前为了锻炼肌肉而进行了大量的体能锻炼,但是最近开始了游泳或有氧运动,如果肌肉运动,就会产生强迫症, 所以身体似乎变得自由了,虽然不知道角色的变化,但是因为饰演员,身体里没有必要再有六块腹肌,现在我的样子很好。 Q. 作为首部作品,选择寻找金钟旭的理由是什么呢? A. 以音乐剧作为电影寻找金钟旭非常新鲜,这对我来说是很好的选择,剧本也很好,在拍摄的时候都会产生什么样的角色, 但是怎么看都觉得有点迟钝,虽然很多人问有没有对原作有负担,但可以说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的,讨厌别人穿的衣服,但这部影片却像是别人没做过的浪漫,这就是观众们比较容易看到了的浪漫喜剧吗? Q. 电影本身就是一种大众形象,但是不是对演员恐流所感受到的Q. 浪漫男空形象呢? 韩西俊感觉有不同,A. 看到这部电影,也很担心会不会让人觉得很失望。 他说Q. 我不想演一到两年的角色,也不用考虑复杂的问题,而是想要尝试一下,特别是在浪漫喜剧中,像公是一样的男人,帅气的男主人公不是太过时了吗? Q. 虽然标准是单纯的,开朗的生活,但在某个地方肯定会存在一定的缺陷,重点集中在了那个方面,Q. 在这次的电影中有一段时间传出恋爱绯闻,是与关系密切的林秀卿,第一次合作的爱情故事。 A. 虽然在出道时曾在同一作品中,但这次是第一次合作,作为演员,她长大了,又有信念,在电影现场遇到了,所以彼此都很依赖对方,因为林秀卿是第一次尝试浪漫喜剧题材,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,林秀卿在现场真的是专业人士。 不仅如此,在现场和一说是Q. 一气相投Q. 彼此之间也产生了良好的协同相应,Q. 和林秀卿的配合,是否再不由自主? A. 当然更关心的是对电影的关注程度,虽然有些遗憾,但这部影片是浪漫喜剧,这似乎是值得庆幸的事情。 比起Q. 完全不爱你Q. 更喜欢Q. 真的相爱Q. 如果对那个部分过于敏感,似乎会显得吐气,从这一点看,林秀卿在看到悠闲自然的处理后,学到了很多东西。 Q. 退伍已经一年了,虽然有三年半的时间,但有想要付出的想法,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? A. 电影于12月9日上映,2009年12月8日退伍,虽然看起来是很难猜到的日子,但并不是故意的。 对于等待我的粉丝们来说,虽然很抱歉,但自从上了年纪之后,离开了我的空白期,我个人也需要自己的时间。 没有空白酒,没有自信站在大众面前,比起展现完美的面貌,我更想在更好的时候表现自己的样子。 Q. 对于入伍前作为演员鼎声期的咖啡王子一号店的成功,您有什么负担吗? A. 人们喜欢的是非常感激的,剧中饰演的角色汉杰非常帅气,对熟悉演员影本会让我变得更酷。 作为付出作品,抛弃了扮演帅气的角色,展现出不同面貌,这是一个不同于催汉杰的人物。 我不知道观众如何看待,但是做一些新的事情很有趣,绝对是一种不同的味道。 Q. 作为演员,您对长期空白感到害怕吧? 特别是最近的日子不是很长,而且是新的演员层出不穷的时代。 A. 从军队退伍,不是一员,而是展现出完全不同的我的过程。 A. 两年的时间对于我来说,真是一个真正需要的时光,反而不去关注或焦虑娱乐业回归的问题。 这样的时间对于演员来说是必要的。 在休息的时间里看到别人的话,肯定会产生一种野心,非常着急。 不管是谁,拍完电视剧必然会引起观众的注意,但在某一瞬间,他不得不坦然面对。 Q. 也有可能是对演员恐用的自信心吧。 A. 我决心享受自己,作为一个名叫自主的人,我确信他会成为我的基础。 演员们总是很帅气,受到大家的关注,可以把他全部抛在脑后,回到一个人的星球上去,寻找自我的时间。 特别是在结束了Q. Q. 的时候,我觉得自己没有了,只剩下了时间。 在度过一段艰难的时光之后,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强大了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反而对我来说反而是一段信念的时间,似乎是找到了安宁,再次享受到了演员的乐趣。 Q. 作为演员,现在的男性电影似乎也会产生野心。 您怎么看,大众希望孔流能够挠浪漫,够大演员孔流会如何呢? A. 不定义的时候也去了很多地方,浪漫题材的电视剧也没什么新意,所以完全没有男人伪的感觉。 Q. 帅Q. 的标准不是个人倾向的差异吗? 如果我为了改变形象而做出改变,那只是为了展示而已,只是想让自己的身体看起来自然。 就像我的感觉一样,虽然需要设定,但不能因为设定而成为好的角色,我心里该走了。 虽然也没有拿到Q. 演技派Q. 这个头衔,但也不想决定于Q. 浪漫男Q. 的头衔。 5B 9 0 6 8 7 A 11 7 3 5 7 1 1 8 B 4 D 11 1